雖然寧夏颱风已经越来越远了 但是它的外围环流以及东北季风的共伴效益影响 还是为北台湾带来了不小的雨势 而且呢今天有冷空气报道又要更冷了 可以看到呢从这个雷达会部署上面来看 降雨的部分主要还是集中在北部地区还有东部地区 那么中南部呢则是天气算是蛮好的 因此呢有人就会认为怎么会是一个台湾却是两个世界呢 那么今天呢主要是受到了外围环流还有东北季风的影响 要特别注意的是北部还有东半部有可能会出现致灾性的降雨 那么气压梯度增大的状况下呢也有可能会有强风的威胁 那么这次呢冷空气南下北部地区会转为湿冷的天气 而且呢是越晚越冷会到多冷呢 北部有可能会降到18度C左右 那么中南部还有东半部呢则是19到32度C 这个日夜温差呢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那么再来看一下呢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哦 在18号礼拜二到19号这两天呢还是会有零星的降雨 而且呢平地的最低温有可能会来到17度C左右 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 而且呢各地的早晚都会偏冷 那么到了20号还有21号这两天呢这个气温会逐渐回升 主要呢就是因为这个东北季风减弱 那么同时降雨也会逐渐减缓 不过还是要特别注意的是 银封面的部分像是北部还有东北部 还是会有下雨的机会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